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同样的你也要考量到学校总量的这个资源够不够 我们还要再提一次法规的会议 那经过文字的调整 然后法规的程序 我想经过这个行政程序核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外来发布了 因为它只限三十个名额 像材料费的话 可能我们就要自己多支出 所以我们就尽量结合民间的团体 就是跟他们募快 讲得一对话 谁说天比台风就要看这一半 所有的千比台风没有一把手就不能盖吗 我们点击台风所有的工程完工以后 这边的一半场两个月以内 完全拆除跟副演的动作 就一开始来关心援助民族学生的授教权益 行政院力推12年国教明年一定要上路 而我们进一步来看 有关12年国教免施入学的超额比序项目当中 原住民族的学生取得足以认证可以加分的比例 昨天几乎已经定案 就是可以加分35% 对于原住民学生在免施入学的加分优待 教育部终于拍板定案了 在教育部举行的最后研讨会当中 重点就放在确认超额比序当中 原住民加分的比例 还有外加名额的比例 免疫担忧 不必担忧 没有办法达到最低的门槛 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原住民 我们的学生能够刺激 能够增加他的学习主义的意愿 我们原住民的学生不应该是只有外加2% 应该是每个考期 15个考期不一样 所以这边也有个条款 是他可以依据我们人口的分布 他的一个地理的一个位置 立委表示更重要就是原住民外加名额 不应该只局限在2% 有必要适度调高 对花东等原住民地区才公平 免试入学超额比序的总积分评鉴中 未取得足以认证原住民学生 可以加总积分的10% 取得足以认证可以加到35% 而高中时的原住民外加名额 应是学区的原住民人口比例重新试算 适度调高 最低至少要有2% 值得注意的是 总积分的满分由各县市自一定 最高为100分 而且免试入学成绩比较没有最低录取标准 高分者优先入选 直到满足外加名额的人数为止 假如一所高中开出4个原住民外加名额 但是由5个原住民学生来比较 那相较之下 分数最低者就无法被录取了 就算他考满分也一样 只能选择其他学校 主持会议的综合规划司长表示 外加名额是原住民学生一同竞争 并不影响一般生的权益 同时也鼓励学生取得主义认证 来传承民族文化 因此相当乐见通过了提升原住民加分的最终版本 特高中指的原住民外加名额 教育部也会尽快的统计出来 我们希望国教署进一步去统计 你每个就业区到底占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同样你也要考量到学校总量的这个资源够不够 我们还要再提一次法规的会议 那经过文字的调整 然后法规的程序 我想经过这个行政程序核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外来发布了 加一部表示原住民族生学 又在相关办法经本次会议已经底定 相关办法系列条文将由法规会做最后的文字调整之后 就会正式公布 记得可能五六台北市场报导 原住民级的学生加分制度定案 未来在免试升学超而比序的部分 有通过足以认证的学生 可以在这个总积分再加35% 而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 只能加10% 继续来听听老师和学生的看法 原住民级学生的加分制度定案以后 有通过足以认证的学生 总积分能加35% 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 则只能加10% 假设原住民级学生在免试入学的总积分 获得了70分 若有取得足以认证的学生 总积分就能再加上24.5分 就有94.5分 但是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学生 若总积分相同70分 加上10%比例的成绩 只能加到7分 总积分只有77分 可以看出有通过与没有通过足以认证 加分的成绩就差了有17.5分这么多 这样的一个落差 学校师长就文化的角度来看 对学生学习足以上有很大的诱因 就是可以分出一个落差 有通过足以认证跟没通过足以认证 之间的加分的差别 那就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个值得正向的肯定 就是至少让孩子在学足以的时候 会更用心更专注一点 但是如果说以升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而加分制度只用于各校释出的 原住民外加名额中 也就是原住民级学生相互竞争 对学生来说 有通过与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加分数差很大 确实会增加学习足以的动力 考这个试 然后让我们加分 就是也让我们就是 有想要学习母语的那个动力 但是我觉得传承母语也是我们的任务 就是我们是后代 毕竟我们还是就是要继续的学习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 对我们原住民的考验吧 就考自己我们的那个足语啊 但云乡地区学校市长也提出担忧 因为都会地区的教育资源失资充裕 相对学生的成绩与能力也会比较好 若原乡与都会地区的原住民级学生 要在各学校释出的原住民外加名额竞争 恐怕对原乡的原住民级学生造成不利 但对于推动足语上 学校市长是给予肯定 而其实移民到都会区的小朋友要传承族语尤其困难 不过在高雄市的顶金国小幼儿园 里头的小朋友还是很认真的在学习族语 老师们希望可以在都会区挽救各族的族语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动下 快乐学习阿美族的童谣 每位孩子都表现出认真的神情 老师也尽心地教学 这是高雄市顶金国小幼儿园举办的 本土语言成果展 有一百多位非原住民的孩童 在自然无压力的语言学习环境 轻松快乐地学习原住民族文化 他们是完全非原住民 那我们必须要用把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 一定要让他们认识 要不然很多小朋友都不晓得 这个阿美族最喜欢吃的 什么东西 老师一翻开图片 孩童们就急着说出答案 这一群非原住民的孩子 学习成效受到老师们的肯定 不单单只有学习阿美族的童谣和族语 也有排湾族的老师教授 排湾族的童谣及语言 成果展中孩子们以天真可爱的模样 呈现平时所学 连我们自己原住民的小朋友 都没有学习到都不会 那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族群 来学我们有没有那个 当然不可能说没有意义啦 是说实质上应该是需要 应该是我们自己族人来学习会更好 成果展中 孩童们表现杰出 让身为台湾族语言教师 不免有点感慨 他表示有非原住民的学生 来学习原住民族文化是件好事 但是在语言几乎宾尾的状况下 是不是应该更积极地加强 原住民族人本身的语言能力 记者母定高雄市采访报导 继续来关心我们原住民族人的老人家 新北市原民局的长青学院 今年迈路的第二年 课程也已经开课 不过却限定人数 一个区只能有30名的老人家报名 在新北市原住民族移民超过数万人的城市 包括了汐止 树林 瑞芳 都涉及了好几千名的原住民族人口 而光是在汐止符合资格的老人家 就超过了百人 遇到超额该怎么办 面对经费的短缺 民间团体还必须自行募款 阿光妈们随着音乐摆动身子 活动筋骨 接下来又坐在桌边拿起针线制作手工衣品 这是新北市政府原民局开办第二年的 长青学院开课了 让许多长者能够相聚在一起培养情感 又能学习才艺 大家很快又有跳 又在这里学习这个手艺 然后又在这边一起吃中饭 我是在很好的一个活动 这个长青学院第一年只有在汐止设点 当时就有八十多位的长者参与 而今年则在新北市的六个地区开设 有汐止 树林 瑞芳等原住民人口较多的地区 这次却限定只能三十位长者参与 对原住民及长者将近有一百人左右的汐止地区来说 若参与的人数超过该怎么办 因为它只限三十个名额 像材料费的话 可能我们就要自己多支出 所以我们就尽量结合民间的团体 就是跟他们募款 当地协会社团认为经费不足 而新北市政府表示 经费并没有因为增设六个地区长青学院 因此缩水 相较于去年六十二万的经费 今年还增加到六十四万 只是今年多了共餐计划的政策 所以提供的经费将会有三分之一花费在伙食费上 多了共餐计划推动 对来参与的长者来说是一大福利 但却没有增加相对的经费 对协办的当地协会社团来说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补足超支的经费 确实有困难 而新北市原民局则表示 若地区协会社团提出需求 是否会协助提供外部资源来募款 就从中文巴扎 新北市戏指采访报道 校长酒驾在添一起案例 新竹县的长安国小校长黄坤正 日前涉嫌酒驾超标移送法办之后 不但不认错态度还相当的傲慢 这样的行径也让新竹县长秋静存震怒 立即指示将这位校长调职 面对公务人员接二连山酒驾违法 行政院长将一化在行政院会指示 要求所有的军公教人员不得酒驾 如果酒驾违法将处以最严厉的处分 而内政部长李鸿源指出 其实如果根据现行的公务人员考基法 公务人员酒驾最严厉的处分就是两个大过 而且可以免职 而在高雄市六规区前天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违规跨越双黄线的吉普车 撞上了一面而来的机车 造成一死两重伤 但警方调查发现 骑机车的布农族少年只有16岁 是无造驾驶 还载着只有两岁的表弟 造成站在机车踏板上的男童重伤不止 守在医院看护小孩的家长一脸愁容 因为为了买便当骑车三贴 造成三名表兄弟一死两重伤 其中骑车的陈姓少年手脚骨折 而坐在机车后座的表弟脑部重创 两人现在都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这起车祸发生在19号中午 16岁的陈姓少年吴钊骑摩托车 前后分别载着两岁和12岁的表弟 在行经六规宝来一号桥时 被对象跨越双黄线超车的吉普车 迎面撞上 正在脚踏板上的两岁表弟 首当其冲 抢救后不治 其他两名少年也受重伤 吉普车则车头受损 陈姓驾驶没有受伤 已经移送检方侦办 造势责任的话 我们初步分析的研判 主要是汽车为了要超车 然后跨越双黄线行驶这样子 由于灾区输郡工程还在进行 宝来一号桥目前限速只有20公里 事发当时双方是否超速 以及诚信少年无照骑车 脚踏板违规载人等责任 都还要再厘清 不过南部民众多以机车代步 也经常在脚踏板载小孩 警方提醒 虽然这项违规罚还只有300元至600元 但往往一出意外 就造成前座小孩重大伤害 提醒家长千万不要冒险 记者中文成显坤高雄报道 而就在日前花莲门诺医院传出护士吊点滴上班 引发了外接重视医护人员的权益 西北市劳工局最近抽查了十家医疗院所 结果发现新店的更新医院 三峡的恩主公医院 以及树林的仁爱医院 都是护士长期加班机架 愿方不愿支费加班费 而且不经护士的同意就擅自直接改用机架补修 涉及违反劳机法的规定 因此通通开罚2万元 劳工局强调各医疗院所都应该遵照劳机法的规定 如果是假日上班 就必须加一倍的工时计算 日后将不定期的复查 若仍未改善 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还 为了要施做地方的建设 不过却引来抗议的声浪 台东蓝宇东青水泥御办厂 原本在昨天就要动工 不过东青部落的亚美族居民 在过去这段时间 不断的向政府表达反对的立场 原住民族人认为 这是蓝宇亚美族人的传统领域 政府开发原住民族的土地 必须征得原住民族的同意 因此在昨天的动土日子 果然就出现了大批的亚美族人 与大型机具对峙的场面 从台东调派的警力 手边拿着盾牌 一个一个从船上下来 这是在蓝宇开远港 约60多位的警力 准备排好队伍 前往东青7号地的抗议现场 而约有200多位抗议的族人 一大早就在现场坐在大型机具前 要阻止场上开挖 不过族人看到警察到来 觉得派那么多警力 显得有些夸张 为了现场可以和平地解决问题 警方代表在现场 也多次向东青部落自据会表示 只要大家很理性地表达诉求 警方不会有任何驱离的动作 抗议现场也都在和平的状态 并且等待来与乡长出面 到场说明 约在中午时间 在警方的维护下 乡长终于出面说明 我们点凭台风所有的工程 完工以后 这边的预办厂 两个月以内 完全拆除跟复衍的动作 来与乡长张斗立 向现场族人表示 总共有三次向部落族人说明 不是没有和部落沟通 不过还是找个时间 与大家面对面 希望大家以理性来解决问题 经过蓝与乡长现场五分钟的说明后 就迅速离开 让现场部落族人感到一阵错愕 有部落族人激动表示 没有一半厂就不能做工程吗 台东县政府蓝与乡公所 东清部落自救会 三方没有达成共识 台东县政府表示 会依蓝与乡公所与部落族人进行协商 达成共识之后再动工 天秉台风重建中的各项工程 总共达21项 将陆续动工 因为东清旗要地新建临时预办厂 所衍生的土地问题 蓝与全岛族人正思考蓝与的未来发展 记者上 台东县政府在诸多的开发案当中 对于援助民族基本法的解读 和援助民族的观点大不相同 来听听看台东县政府的态度 蓝与乡东清玉半水泥厂设厂准备动工 受到蓝与居民的反对 族人认为行政机关为充分的让居民了解开发内容 也为依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规定 政府或私人与原住民族土地内 从事土地开发资源利用 生态保育以及学术研究 应咨询并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参与 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23条也有明定 任何在原住民保留地上做任何公共设施 都应该经由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全力审查委员会 等审查合可后才能动工 居民抗争显然是沟通不足 以及为落实原居法重视当地居民的意愿 原居法的母法是做了基本规范 不管是有关传统领域 这一些用意或者未来的方向 它是有一个规范 可是在具体的做法上面 目前比较没有规范到那种细则 这次的抗争事件 多少也存在的当年 台电荷味料偷渡放置蓝宇的阴影 蓝宇居民认为不受到尊重 也未获得来自相关单位的充分说明以及沟通 其实我们不会很反对 我们希望这样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更好 可是问题是你首先第一步 你要先倾听民意嘛 你工程也没有公告 你连一个这边的牌子 这什么工程都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先找比较好 我们如果了解了 一定很好解决 没有做充分说明 居民心中余力自然存在 尤其经过荷味料放置在蓝宇之后 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 当地居民都已经惧怕了 所以不希望再有这样子的被欺骗 被打压 蓝宇岛上在一年前 受到天品台风的侵袭 造成灾害 台东县政府包包重建 为让工程如期进行 也从台东征派六十多名 警力前往蓝宇维护 如今遇到居民的反对声浪 县府不敢大意 怎么去消除一例 我想这个是 普遍性我们政府机关 现在已经采取比较开放式了 可以充分去讨论它 东清一半水泥厂 经常遭到居民反对 问题争洁 出在沟通 宣导不足 还有原居法的未落实 台东县政府表示 重大工程执行遇到主力 将和居民积极进行沟通 记者古里斯卡扎不一样 台东采访报导 南投仁爱乡的法治村 则是出现了护案工程的土地争议 原本是一桩好事 却仍然民众不悦 南投仁爱乡法治村 左水溪一段河床旁的土地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为了防止 可能水患继续侵蚀岸边的土地 就暂时先兴建了一段 长达三百公尺的蛇龙护案 来保护案内的土地 也依照地主的情愿 回田将近一甲多的土石 不过这些土石 施工单位是直接从河沙回田 原本期待是补上 沃土以利种植的农民 眼看这片新生地 短期内根本无法种植农作物 感叹政府做事打折扣 没有办法 你就算是茶草你种下去 绝对没有办法的 那又何况是我们的农作物 重点是你现在用西的沙屯高 垫高 那你没办法跟着 就像大姐讲说 这能做什么 就变被荒了 利用河沙回田的新生地 地主抱怨无法种植农作 甚至排水系统也疑似设计不良 排水寒管比里面原有的土地高 将来若有大雨发生 导致积水不易宣泄 里面的土地恐怕也会有淹没的疑虑 对此第四河川局则归应 会在派员会刊处理 如果增加河土要看工程有没有编制 如果工程有这个设计的话 我们河土才能跟他做 不然没有这个设计 有可能你承包商他也不可能替你做这个河土 那我会交代他们再去看一下 第四河川局新建了河岸来保护河岸内测的土地 民众大多给予肯定 不过也希望相关单位在回应地方的要求时 能多尽点心思考量实际上的效益 像是沃土以河沙替代导致土地根本无法跟作 这让农民情何以堪 第四河川局表示再将派员择其会堪 记者诺南投仁爱采访报道 东莞处在暑假到来之前呢 积极的在花东拼光光 昨天就在北回归县经过的进谱部落 举办了系列活动 比西林安报报鼓队精彩的乐曲 有进谱部落头目引领现场民众 用风年纪的歌舞迎接北回归县 下制的第一道曙光 一位台湾下制235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太平洋的曙光清晨4点多缓缓露出 5点多日出从太平洋升旗 迎收光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及部落民众参与 在东海岸呢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我们海海夏制日 我们也可以很高兴地说 在北回归县上呢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部落 有一个很棒的部落 它叫进谱部落 北回归县上有16个国家 其中台湾是北回归县上唯一的绿色岛屿 而台湾东部的北回归县 更是第一个迎接下制曙光的国家 有民众表示北回归县地标设置以前 朱古鸾西出海口处有一座形状如驼峰的石头 金浦部落的祖先早已经命名为 把吉拉 太阳的意思 名称相传到现在 长者已经不知道它的典故 不过部落年轻人倒觉得 祖先可能早已经知道有日轨的智慧 或者是知道北回归县 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会觉得 哎 这老人家真的很聪明 是不是在哪一个角度 看着这个石头 当这个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是否就是我们讲的北回归县应该是在这里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台湾夏制235系列活动 东莞处与金浦部落也共同举办了 一起彩绘金浦工作假期活动 邀请了来自台湾与海外的志工朋友 与部落居民一起吸收 尤其部落外墙 可惜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大雨 让彩绘活动没能进行 我们改在室内的活动 室内活动我们请我们编织 编织老师来教大家做比较传统的编织 我是住在台北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很少有机会 能够这样深入一个部落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然后了解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尽一份力 金浦部落为了搭配台湾夏制235系列活动 也已经准备好慢走慢游行程 从现在起已经受理愿意来部落 深度旅游的游客报名 行程将体验传统竹筏顺游修固兰西 撒网放虾笼 以及出海口三角网捕捞文化 享受太平洋美食 景点游览等 游程非常丰富 记者法务花联风兵采访报道 好来关心天气 第五号台风被毙加 对我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移入的关系 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还有绿岛蓝雨都会有豪大雨出现 民众要多加注意 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旅游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原氏 欢迎拨打原氏的客服专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老外父Dor 祝您一切平安 下回 下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带着一把吉他走进部落 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怎么来的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部落 看到了无数的工艺精品 跟着部落风 让我们一起来看见部落 充满创意的天空 每中午晚上十点 王洪恩的部落风 带你放轻松 呼呼呼 我们一起来看见部落风 我们一起来看见部落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